太黃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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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來到一年一度的太黃花展 這個花展呢我期待了非常久 基本上五年前我就知道這個展 每年在12月1號到12月10號 都有它的展出 那今年呢 終於在兩年的疫情之後 它重新開始囉 那我今年在這邊看到非常多 讓我覺得很驚豔的植物 除了這些比賽的植物以外呢 販售區的植物也非常的精彩 在這個地方呢算是一個類似於 台灣國際攬展 非常國際性的大展 那有非常多外國人來到這裡 像是我現在站的除了草區呢 就有非常多印度人非常喜歡 所以在這邊看到很多印度的採購 在挑它的除了草 那我在這邊也碰到非常多玩家 基本上你只要是玩到一定程度的玩家 都會知道這展 所以同時在這邊齊聚一堂 所以我今天碰到非常多的朋友 那我現在來介紹一下 除了草區一直都是官業豬 在泰國這邊的頂峰 它單一盆有機會可以賣到兩三百萬 就是賣一個品種權的概念 它就是它不繁殖 然後把這最新的品種 在比賽完之後賣給你 讓你回家自己去繁殖 那今年的第一名呢是這個 這個呢其實它已經繁殖到有一點量了 在後面呢就有直接販售 它一盆是五千塊泰銖 然後就有看到其他印度人直接 偶的就是訂了一些量 然後還想要帶回印度去販售 最讓我喜歡的還是比較偏印尼品系 就是比較玫瑰金 它顏色比較沒那麼豔麗 因為實在是太紅了 我覺得不是很喜歡 像這一些都是 就是泰國人非常喜歡 就是豬紅色大紅色 就是阿嬤們非常喜歡的出了草 那我今天也看到了一款 顏色非常的桃紅色 可能拍起來不是非常的清晰 或是顏色可能會有點跑掉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桃紅色 讓我覺得還蠻良理的喔 那我現在要介紹一批植物 這個批植物呢 其實算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出了草 它們算是經濟的是橫向生長 它不會像這樣其它是直立型的 所以它就會變得看起來比較緊緻 那這一款呢 看起來非常像星空點點的感覺 我也覺得非常的漂亮 我現在帶大家來走一下這裡出了草區 出了草呢 除了一些顏色非常特殊的以外呢 多數的還是比較常見的顏色 那大致上呢 現在他們在追求的是這種比較緊緻的感受 葉子非常的圓 也有這種不同葉序的表現 像這顆呢也很特別喔 它葉子的感受跟一般的出了草不一樣 質地非常的不同 那後面這顆也非常厲害 它是比較偏深色的 然後葉脈邊緣有紅色黃色的表現 那後面有幾顆夜行夜雪非常不同 像這顆 是不是看起來緊緻很多呢 這顆也是 這邊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 有一些珠紅色的 也有一些像是這種玫瑰金色的 像這個系列呢 是印尼人的作品 我就覺得非常的漂亮 這些是珠紅色的 那這就是剛剛提到 我覺得顏色非常不同的 跟其他的比起來呢 就非常的吸睛 那像這顆呢 它的特色也不同 夜行夜續排列呢 跟別的出熱草差異蠻大的 這顆呢 就是玫瑰金上面 又帶了紅色的斑紋 是不是很特別啊 這些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呢 它是屬於橫向生長系列的出熱草 所以它看起來就相對的緊緻很多 這一系列的青本應該是同一顆 所以它都是一起是橫向生長的 這個呢 也算是很有觀賞性 好像星空灿爛一樣 這一區呢 是龍血樹區 龍血樹一直在印尼與泰國 都有不少人在投入獄種相關的研究 然後他們做出非常極致的作品 非常的經典 像是我前面這個 這是印尼人做出來的作品 它像星空灿爛一樣非常漂亮 好像星空灿爛一樣 星空灿爛2.0 那你仔細看進去 會讓你覺得有點頭暈的感覺 免得點點實在是太多 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可能會不喜歡 然後今年看到一個 非常讓我覺得 還蠻特別的是這個 後面這個呢 它是葉子非常緊緻的 然後它葉子非常硬體 然後不會像其他龍血樹一樣 葉子垂垂的 但是垂垂的有另外一種感受 有一些非常像酒瓶藍一樣 葉子垂垂的 然後上面帶著斑葉的樣子 其實感受也是非常的良好 接著呢我們來到彩葉浴區 彩葉浴區呢 這邊除了比葉色不同以外 現在比班色 比葉型 還有比特殊特化的地方 像是這邊有蠻多系列的是 葉餅特化的彩葉浴 這邊也有葉型非常特殊 變成尖頭的 那這樣尖頭的感受呢 雖然感覺不是說非常的漂亮 但是非常有吸睛的效果 因為對於彩葉浴的這個市場 跟它的品種來說 它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造型 所以你看到它說 喂 這是彩葉浴嗎 你就會覺得有點 欸 被嚇到的感覺 這種泰西彩葉浴 多數非常要求空氣濕度 所以它下面會墊一個水盆 然後裡面會放一點水 它在栽培中 不一定會用這種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可以 營造它整體的圍氣以後 讓這邊的彩葉葉子不要再斬 除了10天內葉子都垂垂的 除了做品種的比賽以外呢 旁邊也有做栽培相關的比賽 栽培相關比賽呢 就會非常像台灣的大力局 很講求就是可以在360度半球形的 每個地方都要有葉片 所以在裡面裡面就會有非常多 像是支架的竹筷子 去把植物葉子調整成對的位置 我剛好稍微點一下 基本上一盆裡面大概有 20到25株植株左右 所以它們不是只有同一顆 而是把同一個品種種在同一盆 然後把葉片雕在不同的位置 每一個葉片上面都會有一根竹筷子 所以算是一個比較工藝 比較像大力局一樣的一種圓藝商品 我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 採葉培的栽培區 這個栽培工藝實在是非常的驚人 它雖然是很多顆沒錯 但是要排列成這麼的整齊 這麼的圓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旁邊也有這種像草莓之心的品種 才把它種得好完美 你看到這個層層疊疊的 基本上排列的非常的整齊 有沒有看到 這種厲害的作品就是看不到它裡面的葉餅 整個都看不見 一定要這樣子弄得很下來才看得到一點點 那今年呢有一顆非常特別 葉子會向內捲 那也非常多泰國人在社團裡分享 因為它的葉子實在變得很特別 就是變成葉背你也欣賞得到 所以它的造型非常特殊 不過一樣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作品 那除了比這種栽培類的作品以外呢 其實啊 旁邊的一些新品種也是非常的厲害喔 像是這個有沒有看到 上面鮮紅色跟白色的 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有比較暗的 暗色系列的 那後面這邊呢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它是屬於間葉葉型的 所以看起來就很不同 你一眼就覺得它是彩葉芸嗎 但其實它是喔 那有一些植株呢 因為它的葉餅比較短 所以整體看起來非常緊實 比較有市場性 而不是只是看一個品種特別而已 這邊就是我要說的就是葉子特異變化的 你仔細看一下喔 它很多的葉餅都已經變成 像耳朵一樣的構造 它葉餅變得比較寬厚 這顆呢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片葉子是它的葉餅 其實不是真正是葉子喔 它一路延伸向上 上面才是它真正的葉子 那原本的葉餅呢 則變成寬厚的表現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葉子上串兩片葉子 但其實那是同一片葉子 那這顆呢就是帶著帆圈以外 它也有耳朵喔 那這顆耳朵呢更誇張 更寬厚一點 然後這顆呢是裡面最極致也最特別的 它的葉餅變得非常大 而且是鮮豔不同顏色的 所以你遠遠的就會被這顆給吸引到 有點像一個不知道是蝴蝶啊 還是什麼的感覺 OK那我們看完採葉葉餅 我們去看其他的植物 接著這區呢是變葉木區 變葉木的種類其實蠻多的 而且顏色很繽紛 有紅的黃的粉的綠的 還有比較偏橘色的 除了葉子的形態差異以外 有些比較圓 有些比較波浪 然後有些比較垂 有些呢它中間有一個地方 葉餅剩下細細的 後面就會像水風飄逸逸的這種感覺 就會像跳舞的感覺 這些也算是蠻酷的 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幾顆呢就是比較偏向波浪狀的 那只要它葉子比較細 然後也比較長的話 它就會水風搖逸 也實在是蠻有特色的 那你看這個 這葉子很緊緻 看起來就很漂亮 這種純黃純綠的這種線條 我就比較喜歡 那這顆緊緻的也還不錯 來看一下這個 我最喜歡的這邊的一顆變葉木 它很乾淨 而且呢它上面綠的黃的對比很強烈 不會讓我覺得花花髒髒的 很有一個魔性感覺 會被它吸進去 那給大家看這顆是比較粉紅色的 這顆我也蠻喜歡的 它整體看起來像是粉紅色的感受 接著呢我來到了火鶴區 多數的火鶴呢都是鳥巢花鼠 這是在三四十年前 其實泰國人就有玩過相關的火鶴的育種 那多數像是火鶴之王等等 比較怕熱 其實大部分都沒辦法在泰國這邊種得很好 但是呢鳥巢花鼠多數非常耐熱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就玩出了一套非常不一樣的育種作品 鳥巢花鼠的斑色種類非常多 有粉的啦白的啦黃的啦橘的啦 所以其實它的品種非常的多 那它的種源已經不可考了 那今年我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 比較偏金屬黑色 它讓我覺得 哇怎麼長這樣 這個東西是鳥巢花鼠嗎 所以它會讓我覺得很吸睛 那有一些葉形呢是有點這樣子下垂的 也蠻特別的喔 旁邊呢有一顆就是像這樣很壯麗 其實它如果掉高的話應該會非常的漂亮 我有觀察到一個蠻特別的是這顆 咒葉的 這在恰吐恰市場我也有看到它在販售 那這個呢葉子非常的漂亮 有點像這樣波浪 然後是長椅圓狀的 然後有點直立 遠遠的就會看到它 那後面呢就是一個比較盾頭的 一樣有它特別的觀賞性 那像這顆呢就非常的大非常的漂亮 它旁邊也插了一個手機號碼 可能是這樣展出也可以加減做銷售的工作 那這顆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壯麗 那這顆呢就是我覺得非常像并斑 很像病毒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長長的我不太喜歡 但是也許它有它的市場 因為火鶴已經禁止進口 所以基本上這些花族類的 都在太古只能看一看就好 因為沒辦法再買到 所以這些品種可能以後會跟台灣的距離 越來越遠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再進相關的種源 那最後呢我在這邊栽培上看到他們很多鳥巢花族都用菜籃種 因為菜籃旁邊的洞非常多 這樣的酥水性應該會非常好 因為它們植株很大 它們用很大的盆子 然後假設底部可以漏水的話 可能裡面戒指會太濕 根系就會爛掉 因為鳥巢花族的根系非常的粗 所以它用這種方式也許就有辦法讓它栽培上更上一層樓 最後一部分呢是麒麟花 麒麟花真的是堪比熱帶的繡球花 因為它的花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很壯麗喔 像是桃紅色的啦 紅色的啦 粉色的啦 雙色的 或是帶邊的 其實都非常有不同的觀賞性 而且這邊看到非常多品種 它葉子是短縮在裡面的喔 就是花球整個在外面 葉子在底下 整體的觀賞性就上升許多 但是這種品種呢就比較不好 它的葉子會跑出來 然後把花給蓋住 所以整體的觀賞性就會下降 OK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花朵非常的巨大 嚇死人了 這麼大的花朵 這邊有雙色的 你看這個 有沒有像繡繡花 邊緣還有相一圈粉紅色的邊 然後這個是紅綠相間的 這個也是我未曾看見的 你看這顆 花絮全部集中在上方 不知道它有沒有整理過 就是調過花絮 像是那個非洲錦一樣 非洲錦它在栽培的時候 有人會去調整花絮 但是呢 這顆實在是真的讓我覺得非常喜歡 有看到嗎 它的粉色是很有質感的 那另外呢 油漬款也我也覺得 非常像繡繡花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像不像 它白色大朵 非常像繡繡花 你看後面這個 這個很誇張 它所有葉子都被遮住了 不知道它在花期有沒有辦法在行光和出用 可能多數的葉子都已經被遮得差不多了 那後面這個珠紅色的 這是同一顆喔 種得這樣也很厲害 那你看後面這個 像不像繡繡花 很酷吧 所以來到這裡呢 讓我覺得非常的吸睛 雖然我個人不是非常喜歡麒麟花 因為小時候我被它刺過 我覺得它不是非常討喜 但是呢 在這種大花的展現之下 也讓我覺得 哇!原來麒麟花可以長成這樣 今天介紹完 龍血樹 火鶴 出樂草 載葉玉 麒麟花 那我們就把這一次太皇花展 有展出的植物全部都介紹過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欸!還想來看看呢 每一年的12月1號都有相關的展出 有機會可以到這邊看一看 見識一下 這裡太皇花展厲害的地方 掰掰 我是宅宅的Alan 我們下次見 太皇花展厲害的地方